上一节我们讲到了高压气态储信技术 这是目前工程上普遍采用的储信技术之一 这一节我们要介绍的是液态氢储存技术 液态氢储存在长压下21K 也就是零下252摄氏度的低温储罐中 由于液态氢向气态氢转变的临界温度极低 仅为33K 液态氢只能在低温封闭系统中储存 在临界温度以上不存在液下 在室温下 由于液态氢气化 密闭液态氢储罐的压力可提高到100大气压左右 液态氢的体积密度为70.8公斤每立方米 略高于固态氢70.6公斤每立方米 液态氢储存面临的挑战是高效的液化过程 和低温储存容器的热调节 以减少氢的蒸发 液态氢的最简单的液化循环 是娇尔·汤姆逊循环 也称为林德循环 这张图示意了采用娇尔·汤姆逊循环 液化氢气的工艺流程 首先 氢气被预压锁至40个8 然后在热交换器中预冷至77K 预冷氢气一部分通过气体膨胀涡轮机制冷 另一部分利用返回的 未液化的超低温氢气制冷 进一步实现正氢重氢转换 这两部分二次预冷的氢气汇合在节流伐处 在节流伐中进行等寒 胶尔·汤姆逊膨胀 产生一些液态氢 未液化的超低温氢气 从液体中分离出来 通过热交换器返回压缩机 进入下一个胶尔·汤姆循环 胶尔·汤姆循环 适用于反转温度高于室温的气体 比如说氮气 然而氢气在室温下膨胀时 温度会升高 为了使氢在膨胀时冷却 它的温度必须低于它的反转温度202K 因此氢气通常在第一个膨胀步骤发生之前 使用液氮进行预冷 液氮的温度是77K 我们来计算一下氢气液化的能量损耗 300K的气态氢与20K的液态氢之间的自由含变为11640千焦 每公斤 氢气从室温开始液化所需要的理论能量为3.23千瓦时每公斤 实际能耗大约是15.2千瓦时每公斤 几乎是氢气燃烧所产生的热值39.4千瓦时每公斤的40%左右 这个能耗是相当惊人的 能耗过高也是液态氢的主要技术瓶颈 图中给出了三种工程上应用的氢气液化方法 氢气的液化方法大致可分为利用焦尔汤逊效应的简易灵德法 和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绝热膨胀的方法 后者又可分为利用氢气的绝热膨胀产生的低温 来液化氢气的氢气布雷凳法 以及让氢气本身绝热膨胀的氢气克劳德法 氢气液化工艺流程中主要包括氢压缩机 热交换器 涡轮膨胀机和节流法 最简单的气体液化工艺流程 称为林德流程或焦尔汤逊流程 也称节流循环 是利用高压低温氢气的膨胀来获得液态氢的方法 是工业上最早采用的气体液化循环 这种循环生产生产液态氢的装置相对简单 运转可靠 但由于效率低 除了小规模的实验室制备液态氢以外 几乎不被采用 如图中所示 在该流程中 氢气首先在长压下被压缩 而后在热交换器中用液氮预冷 进入节流阀 进行等寒的焦尔汤逊膨胀过程 以制备液态氢 未被制成液态氢的超低温气体 返回压缩机 氢气部雷凳法 适合于中等规模生产液态氢 其工艺流程如图中所示 压缩机与膨胀涡轮基内的流体 是多性气体氢 因此有利于防暴 此外 由于能够全量液化所供给的氢气 并且容易获得过冷的液态氢 所以将储存罐移送时 能够降低闪争损失 氢气克劳德法 是将氢的等寒膨胀 与焦尔汤逊效应相结合的方法 其工艺流程见途中所示 本小节开头讲的焦尔汤逊循环 实际上就是指氢气克劳德法 理论证明 在绝热条件下 压缩气体经涡轮基膨胀对外做工 可以获得更大的制冷量 这一操作的优点 是无需考虑氢气的转化温度 即无需预冷 可以一直保持制冷过程 缺点是在实际使用中 只能对气流实现制冷 但不能进行冷凝过程 否则形成的液体会损坏叶片 尽管如此 工艺流程中加入涡轮式膨胀机后 效率仍高于仅使用节流阀 来制备液态氢的焦尔汤逊过程 液态氢产量可增加一倍以上 由于采用氢气克劳德法 液化氢气所需的动力 是三种方法中最小的 经济性突出 因此被用于大规模的液态氢生产中 采用这种方法制备液态氢 由于氢本身作为制冷剂 所以在循环中氢的保有量大 而且还需要提供较高的氢气压力 因此应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对方法制作领域